众所周知 骑士梯作为假面骑士的关键要素之一 除了是前辈们流传下来的绝活之外 也是假面骑士们装插耍帅的重要动作 那么形态各异的假面骑士究竟该如何利用骑士梯装插 而他们第一脚骑士梯又是否成功呢 今天阿当就和大家一起来看看假面骑士们的第一脚骑士梯 一 送自己封神的gaze 要说当下风投最近的假面骑士呢 肯定就是我们的小狐狸了 毕竟很少有主题像他这样 每天主要工作就是耍帅 而他的第一脚骑士梯也同样很具有他的风格 毕竟他给观众们展示的骑士梯 对这位天天散散的老油条来说 已经是非常熟悉的技能了 由于使用了喷射带扣 小狐狸带着推进先锋原地起飞 所有就是一脚朴实但又很浮夸的骑士梯 直接踢穿了最终boss 获得了游戏的最终胜利 将自己送上了神坛 那么这波最大的功臣到底是谁呢 当然是我们的喷射带扣了 二致敬栽连CP的Rewise Rewise虽然是以坠毁的形式收场的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部50周年纪念作的前期还是挺香的 为了应对两位Lider作战的情况 首次作战还给Rewise封投了双倍的经验包 搞了两个恶魔来和他们打 当然最后结果肯定是不用多说啊 再和两个恶魔礼貌性的意思了一下之后 一挥转动印章发动技能 通过创武身上的能量流动我们就可以看出 这就是要使其日踢了 夺不起来 两位Lider纷纷将怪人积飞 随后使出了50周年纪念印章题 顺便致敬了一下他们的前辈 全灾和连 第一集就放圣任快结局的致敬 这是不是意味着从这里就开始暗示 Rewise的剧情是和圣任反向发展的 三点名主题的圣任 托马老师的骑士梯有别于普通的骑士梯 由于圣任的主题是书与剑 所以托马老师并没有像其他Lider们一样 首战就用祖传绝招 给对面来一脚 而是先抄起自己的武器练练手 用剑术消灭了系统送的经验包 证明了自己是个剑士 最后在第二集拿到了杰克军魔斗奇幻书 学锁了自己的两侧形态 才舍得放出自己的第一脚骑士梯 随着书页翻开的特效 托马老师被自己三对打用了出来 最后带着飞剑的特效 一脚踢在怪人身上 书和剑的元素全占齐了 小肉家的思路果然还是很严谨的 四 零一崴脚名场面 小市长的首次骑士梯就不用多说了吧 谁不知道有一位号称令和大哥的Lider 开局第一集就有美女秘术主工程装备 接着就直接机械飞升 大导连接了顶级智能AI 瞬间过了新手任务 然后就召唤了一个大蚝蝗虫 让本就支离破碎的游乐园雪上加霜 变成假面骑士之后 靠着装备差距 疯狂碾压怪人 最后上演了名场面 直接跳起来就是一个骑士梯 虽然姿势很帅 特效也很帅 然而 不得不说 由于首次骑士梯翻车而出现了假面骑士 零属实是独一份 五 小魔王施展自伏梯 小魔王的首次骑士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估计是被托马老师效仿过去的 他们二者在第一集都没有使用骑士梯 而是使用自己的武器打赢了手战 直到剧情第二集才使出了祖传的骑士梯 但小魔王的第一脚骑士梯在特效上做足了功夫 启动的时候 先用一圈字符包围住一类创骑 直到小魔王起身 字符回缩到小魔王脚底 最后汇聚成骑士梯消灭目标 你也不能说这特效不好看 但是多少觉得属实有点过于流程化 而且不免让人产生一个疑问 那就是小魔王你是用脚气控制住一类创骑的吧 六 隐藏细节的攻势梯 创骑的首次骑士梯可以说是让大家大开眼界 即变身时身边出现了一大堆攻势 以及用腰勒拼接切换形态之后 创骑在骑士梯时再次给粉丝们带来了意外 毕竟谁也没有见过骑士梯的时候 让对手先等着的假面骑士 更离谱的是他让人等着 自己反而往反方向跑 然后一个遁地处靠曲线逐线制住了敌人 最后随着曲线来了一个并不是那么常规的骑士梯 但是这其中存在着一个细节 那就是骑士梯的特写 随着是战兔的右脚 也就是坦克元素的部分 因为根据设定 战兔的左脚是负责提供弹跳力的 而右脚则阻装了可以高速行驶的无线轨道装置 所以在使用骑士梯的时候 可以掀去敌人的装甲 达到穿甲的效果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龙大妈该戏的时候还是很戏的 七 艾克赛德的绝版连环梯 小医生的首次骑士梯和其他多数的骑士一样 都是在第一级就登场了 为了击败第一级登场的漏洞体Boss 小医生无视自通的升级到了二级形态 随后俐落的清理小怪 然后打残了Boss的血线 最后毫不犹豫的释放了臂侠骑士梯 小医生的骑士梯风格独特 蓄力之后带着充足的特效 以游戏般流畅的动作与和杂技一样的姿势 对着怪人就是一通猛踢 最终怪人倒在了小医生的连环踢之下 值得一提的是 小医生的这套连环踢学学 除了这次施展之外 在剧中没有再出现过 至于为什么 别问 问就是因为前期实力不行 靠技术凑一凑 后来天天开挂 打怪直接网过去就行了 八 原机翘大的鬼仔 鬼仔的首次骑日踢 直到踢到怪的前一刻都堪称完美 在游流先的新手引导之下 鬼仔的腰带操作非常正确 脏菜姿势也是甩的恰到好处 特效就更不用提了 恰到没朋友 而怪物也是逐温配合的冲了上来 得了鬼仔一个原机翘大的机会 直播怪人自投罗网 我原称之为低配版卡普特引力踢 至于这里 为什么鬼仔会放动一下 那是因为鬼仔的靴子可以在浮游时帮助调整姿势 好吧 实际上就掉薇娅的时候 演员没站稳 九 见面就开大到老司机 老司机的首次骑日踢 其实想必没什么要说的 这位科学的宗室粉丝 将自己踢死同行的绝技第一局用在了一个甚至还没来得进化的小怪身上 帮助对方取其最强小怪的成就 至于这个飞龙海冲的踢 大家肯定是在手势不过了 十 凯武的蒙头踢 傻成的骑士踢手秀并不是在自己的基础形态下 而是给了自己菠萝武装 在第二集 傻成从傲娇手里拿到了菠萝锁头 追击解锁了自己的肉装 菠萝武装 追击流行锤 这个怪物就是一通输出 最后眼看时间差不多了 直接释放骑士踢 但是傻成很讲武德 为了避免怪物感到恐惧 他先给对手脑袋上扣了个菠萝 然后再踢出自己的骑士踢 然后比较可惜的是 由于才无存不拒的主题 是假面骑士的战国时代 骑士踢并不是很符合这个主题 因此在剧中 假面骑士们实际上很少使用骑士踢 所以法爷的体操踢 法爷的首次骑士踢给人的感觉 就像大家第一次见到他变身一样 谁看到都得说一句优雅 真是优雅 法爷的骑士踢手袖毫无意外的是出现在第一集 这他用了一套花绿罩的枪斗数 显示说自己明显是个很爱浪的技术流玩家后 法爷准备赶紧解决眼前的敌人 最近导演说的 后面还有大家会要打 于是法爷开始准备自己的骑士踢手袖 他的骑士踢不但动作比一般人潇洒 这些圈牙都比一般人长 并且过程也是不同反响 别的假面骑士我不敢说 但是法爷你退休之后完全可以去当体操教练 甚至你还可以去给团队赛的体操运动员当教练 十二 四载的针电钻踢 俗话说得好 公寓善骑士必先利息器 你先上场打架 只有合适的装备才行 对于四载来说 他想要将这一点融会贯通了 虽然骑士踢手袖都不忘自带装备上场 四载的宠师骑士踢依旧是毫无意外的出现了第一集 妹人给了自己一个大V都怪人 四载肯定是得找回点场子的 毕竟他的身后有需要保护的学校和同学 当然最重要的还有妹子 因此四载在和怪人经过了一系列换血操作之后 终于是飞到了天上 怎么给对手来的骑士踢结束这一集 原型人果然聪明 竟然能想到直接把现在科技放在球队上 更加威力 但是我还是建议你少用这招 毕竟你的钻头砸开的地面 看上去也很难修理的 第三 被食王截胡的欧兹 由于欧兹有着复杂多变的硬币组合 以及各式各样的联组技能 所以在剧中欧兹使用十一期的刺苦并不多 首次使用是在第三集 最在猫猫怪人的时候 由于是第一次见 欧兹还没啥经验 所以上期就是一短几几几几几几 因为安库说的是谁 没错 其实说的是小魔王 确实证明 欧兹首次骑士踢的手臂小魔王召唤过去了 好家伙 居中骑士踢手臂竟然被截胡 我原称你为最惨 十四 最猎奇的W W的骑士踢手臂想必大家一部非常熟悉了 甚至可以说是甲门骑士历史上的一个名场面 毕竟谁也想不到这个号称新十年的大哥 除了皮套第一看上去是个双色怪人之外 他的骑士踢也能这么猎奇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按照关系的甲门骑士阿刀今天努力的做视频 本期的故事开始到了 甲门骑士故事永不关键 我是阿刀 咱们下期再见